阿根廷横挡战术结合了三号球员的空切和高位挡拆作为诱饵 同时二号球员横挡五号防守者的动作 然而只要阻断传球路线防止五号球员接球 这个战术就会被破解 国王的这一战术被领航员是先试破 助理教练示意球员注意 而主教练卡总则比出了一个横挡手势 提醒球员要防守这个横挡 好 奥地进场 在林亚运这边是关达佑 米歇尔今天的 米歇尔今天的范规控制也要做好 因为苏时圈没有打也会影响到他们四五号位的轮替 地球网上有点客气了 赛季七成五罚球命中率 目前两队都还没有投进三分球 开局国王队的机会有 国王队像是敏哥跟四豪 但是都没有能够把握住 对 国王队目前三分球五投零中 应该说领航员有一个三分的 是白澳城所投进的 进行时间很有限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 留言和订阅 此外 如果你想要斗内这个频道 欢迎你加入成为会员 感谢收看